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民聊车 我是主持人包包 我是居豪 居豪 我前两年看了一个视频 特别有感慨 什么视频 就是讲的呢 第一批90后已经30岁了 已经到了32例的年纪了 你也在成长的路上 狂奔不止变成了一个90后的老阿姨了 是吗 其实啊 虽然说我们在不情愿中慢慢的长大了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已经变成了购车的主力军 想一想还是让我很欣慰的 确实是这样 因为工作了这么多年 会发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90后开始买车了 不过说到90后买车 俊豪有没有什么推荐啊 那你算问对人了 给你看看我身旁这台斯科达的科米克 还行 还行 还行颜色我挺喜欢的 我最看重外观还有它的配置 还行吧 这是什么蓝色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还挺喜欢它这个保时蓝 是吧 是这个颜色吧 整体的这个漆面还挺符合我的需求的 整体感觉它的外观比较大气吧 我比较喜欢那个颜色 这个内控 内饰方队的 这车感觉不走不是斯特达嘛 看起来也挺好的 有运动感的吧 对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我觉得挺好的 很简约 整体感觉还可以啊 还行吧 这颜色还蛮潮流的 感觉蛮时尚的 推身线条还不错 轮毂就是多少寸呢 好像可以 挺好的 嗯 是不是 这个呢 我 是 说 你们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的话我可能更注重舒适性和安全性 动力还有比如说它的操控 因为明星人他开车都比较猛一些 我觉得因为我开车也比较猛 动力我觉得人开车比较猛 因为我开车也比较猛 一些智能的比如说倒车辅助 雷达很有效 对 对于我来说是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因为我这个年轮段 觉得这款车可能是会做我的备选效率 会考虑 应该会喜欢的 因为这款车比较时尚一点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喜欢吧 反正我还挺喜欢 我觉得会喜欢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 嗯 故障率比较低的一个品牌 之前我有了解过 可以可以我觉得还好 里边这个配色我感觉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谢谢 我觉得会 因为它的外观还挺好看的 然后空间也还不错吧 应该会吧 应该会 外观都挺时尚的 里面空间也还挺大的 动力没开起来不知道 对 但看起来应该还不错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接到了第一位小姐姐 是我们第一位的试驾嘉宾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青牛 今年30岁 比我大几岁 你是不是还在对老阿姨耿耿之后 没有拿那么小气 别打岔啊 我们把目光还是转回小姐姐 小姐姐你刚才上车之前看到我们这台车的外观 你觉得这台车好看吗 肯定好看呀 要是不好看我也不会上这台车 然后我上车前注意到这个车的外观还是比较慢的 我又发现它这个细节其实做的还是挺精致的 比如说它这个大灯和侧面我就蛮喜欢的 一看我们其实这个小姐就是比较懂车的人 因为其实我们这台科米克除了有这种SUV应有的阳刚之气 硬朗之气之外 它也不乏精致的细节和高品质感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立体式的腰线 还有探索之眼的这个前透性的大灯 都是非常深受年轻 哎不对 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 我给你一个大白眼啊 真是的 哎那小姐姐除了这台车的外观之外 你对车辆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要求吗 那肯定是空间呀 哎我就不太懂啊 一个小姑娘为什么要对车辆的空间有这么高的要求呢 购物装东西啊 啊是我太年轻了 哎君豪你太不懂女人了 就是我平时会去购物嘛 然后每次购物就是买了一些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忘了一会儿就装满了整个后备箱 所以啊我对这个空间还是要求蛮高的 那这台车你完全不用担心了 它是有这个可拓展式的贯穿后备箱 它的整个后备箱的空间容积呢 能从463升扩展到1510升 并且如果你要装一些大件的东西 它的后排座椅还可以四六比例的放大哦 这样子你买再多的东西也不怕了 你们女人是不是也太恐怖了 这得买多少东西才能把这个车装满啊 这些空间 我天哪 这你就不懂啊 这台车除了后备箱空间的装载能力很强大之外 还有很多车内的储物空间 但是你前排有很多扶手箱啊 手套箱啊 它们的空间都很大 并且在车机后方还有一个凹槽 这个凹槽呢可以装一些细小的零件 比如说手机 钱包 车钥匙等等 还是非常方便的 车开起来 其实我们终归啊还是要聊一下操控 所以说小姐姐 你觉得这台车操控怎么样呢 其实我不太懂你们说的那些什么数据 然后呢我就聊一下我的这个主观感受吧 从刚才到现在 其实我开这个车的时间也不短了 然后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这个车开起来很顺滑 一点都不会具有这种卡顿啊之类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要是对于我来说 这个日常上下班带个布其实是足够的 哎 不过君豪 你这问女生操控感受这就不对 女生注重的是什么呀 是操控的便捷性 你像是有一些辅助驾驶功能啊 它的有倒车影像功能啊 定速巡航啊 主动刹车啊等等 这些才是女生比较看重的 哎 终究啊还是女人懂女人啊 哪可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二位世家嘉宾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叫薇薇 我今天29岁 嗯 29岁 那就是也是90后了 对啊我是91年的 91年的 看来这事啊还真是不能老说 今天咱们的嘉宾全是90后 嗯对啊这些侧面说明了我们科米克的受众就是年轻以代 尤其以90后为主 哎你说的对啊 其实今天咱们也不着急咱们可以慢慢的去体验这台车 而且呢我看你这个身材比较的瘦弱啊 是不是也是这种刚拿驾照不久啊 对啊我是去年才拿的驾照 What 那倒是 有一点点紧张这么突然 拿的是 哎呀你们别紧张啊 其实我对车啊还是挺有研究的 嗯 哦那这样的话我就要考考你了啊 知识大讲堂 那你觉得这一台斯特达的科米克有哪些方面的科技配置呢 看这个车的屏幕啊这个肯定是有倒车影像的对吧 哎 手机互联网系统也是有的吧 哎你说的这些真的都有 但是呢我们科米克还不局限于这些功能 对啊 其实这台科米克呢除了有后倒车影像之外呢 它还有手机互联和8英寸的随时智能互联在线系统 而且呢它还有这个车牌线行导航 实时路况导航还有实时天气等 哎我觉得这个线行导航特别实用 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地方 嗯 哎对了薇薇你觉得这台车整体开起来感觉怎么样 这台车呀 嗯 外观看着挺大的 但是开起来还是蛮轻小的嘛 先跟大家去简单分享一下这台车啊 嗯 这台科米克呢搭载的是最新的这个1.5升EA211 8等级匹配Tiptonic的首次一体的变速箱 它的最大扭矩呢是150牛米 最大功率呢是81千瓦啊 嗯 而且它的每百公里的综合油耗是6升 其实这样一看的话 其实无论是它这个整体的动力水平 还有它的这个油耗的这个状态 其实都蛮适合我们这种年轻人的一个使用需求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一些数据 薇薇一点都没听懂呢 哎薇薇你觉得你对一台车的诉求都有那些方面 诉求啊就是可看可玩可造 然后外形好看 嗯再就是性能比较齐全吧 果然是90后啊对想要什么都特别的明确 其实呢我们刚刚通过试驾也能够感受到这一台车啊 刚刚你说的那三个角度可看可玩可造 它都是能够去完美的胜任的 对没错 所以说这台车真的是颜值又高 科技配置又强 并且还有这个节省油耗 百公里只需要六升油耗 对六升油耗 所以说是一个综合性能很棒的车 嗯嗯 从我试驾这辆车开始 我觉得这辆车还挺好的 嗯还挺满意的 好的我们今天的试驾也接近尾声了 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 斯科达科米克价格重构 现在的售价是8万9千9到11万1千9 最高可以优惠到1万7千元 所以说它的价格方面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并且性价比更高 的确啊 其实我们抛出价格因素之外 它的确很能够满足年轻人的需求 通过我们今天的试驾过程也看到 它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 无论是从外观空间还有科技配置等等 一切都是非常出色的 嗯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下期会是什么车呢 期待一下吧 嗯 嗯 嗯